早幾年看先手錶時 欣賞的角度不同了 現在看103直腿的計時錶 看上去比較剛強 日本有一個質實剛鍵 形容德國手錶 Danswitz面可能比TDR更舊 而事實上是90年代末期的鮮 103有月上 當時的鮮仙真是混亂 你現在看私印的技巧不是很高 現在的舊味 是手錶裏人們喜歡的部分 這隻手錶可以留意到 它的月上有兩種 有些是銀簾 有些是膠面 有些是玻璃面 有些是Crangard Pusha安全鎖 有很多的組合 你也不知道它是怎樣 這隻的銀簾 就黃得很漂亮 應該都是手填的 但是同時 這支針的舊化程度 跟那些銀簾有不同的分別 我覺得這支針的舊化得不太漂亮 如我所說 這些所有的DFact 反而是現在的人追捧 舊、Original 我其實 對103也很有好感 其實現在很想買綠色的閃沙面 即是這一季的103限 藍色的都賣光 上一季 上一年 今年這一支 綠色都好像很快賣光 不過對於這些舊鎮 始終都有一些 好像有害怕太多 但買下去很過癮 因為每個都有點不同 再拉開 這個鎮 其實是大S 我也是近一年才對他研究 而發覺 他的追捧的人都不少 玩味 就同時提高了 有時在Facebook的Scene Watches 那些外國人都很熱切地 去討論不同的Version 有時見到一些 一輩子都沒見過 好,多謝大家